您的金钱 您的保险 您的选择 AIG 美亚保险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ACM盟专法节目 我是孙建涛 一直以来呢我就认为 人应该有爱好 然后最幸福的是 能够每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同时这件事又能够让自己生活的很好 这是我特别羡慕的 当然对于我来说 应该说现在所做的工作 也跟我的爱好有关 比如搞文字 是吧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位 很幸福的人 就是我身边这位干一飞教授 他现在是美国哈温尔学院的艺术教授 也是旅美的著名画家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everybody 各位观众好 谢谢电涛 这样给我一个定语 然后说我是最幸福的人 的确如此 我是觉得 有一句英语叫做 Do whatever you like Like whatever you do 就是说你做你喜欢做的事 然后喜欢你自己做的事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 来美国大概也二十多年了 就是八九年来的美国 一直在从事我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大学教这个美术 同时自己也在做自己的作品 最近经常就是中国和美国经常 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活动 两边飞来飞去觉得很充实 今天有幸给大家见没 干教授呢是看起来好像是 我们俩应该是同龄人 虽然你的面相比我年轻很多 没有没有 客气 应该是同龄人 差不多 我很想知道您这幻画是遗传的 还是说家族有这种影响 还是后天的 那倒没有 但是从小呢 因为我母亲是在小学教书 就是小学老师了 他也在教这个除了一般的基础课 比如语文算术 还有这个图画课 当然叫美术课叫图画课 他也在教 我父亲母亲都是以前民国时期的文艺青年 就是比较喜欢 喜欢 吟诗作画之类的 但他没有进过专业的训练 有兴趣 但是也没有这种很高的这就是这种艺术的素养 不算很高 但是不管是音乐还是美术 他们都有那种兴趣 有相通 有相通的地方 在这种家族也儿若目染 最近我看一个电影叫归来 那里面有一个插曲 张艺萌拍的 对张艺萌拍的 他里面那个插曲就是按照那个叫什么呢 月光曲 那个月光曲我从小我父母哼着我长大的 听他们哼这个音乐长大的 然后我老家呢是在四川的自贡 自贡富顺县 富顺县富顺自贡那一带的川局很厉害 这个魏明伦你知道他这个得了很多奖 就是靠着自贡的川局 就是川局领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从小我们家老家就在川局院对面 每天早上听着这个哼哼哈哈的 就是拉嗓 练嗓子的这种声音 就这样长大的 然后我家前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湖 叫做西湖 就是小西湖了 就是富顺县 它全部长满 一到一到夏天就是荷花盛开 很美很美很美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家庭的影响 还有这个环境的影响 就是这种文化的环境 富顺呢 它有一个叫做财子之乡 它有一个文庙 在四川川南一带 或者在四川都是算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唯一的一个文庙 修得很漂亮 我从小也就在那个文庙里面长大 那个时候当时叫文化馆 文化馆呢有很多美术的书籍 你包括那个莲花呀 小儿书啊 从小就在那样的 在那种环境长大 所以我想可能跟后天的影响 有更多的那种 对 这个首先说您 我刚刚给您敬意的是幸福的人 不仅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同时 生在那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这不是美人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那倒是 当然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可能经历过一些 就是文化革命那些很痛苦的那种经历 比如上山下乡 还有我不知道你上山下乡过没有 我没下 但是我经历过 知道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 还是因为因为这些多方面的原因 就喜欢一个是音乐 一个是美术 这两个东西我经常在纠结 在彷徨 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作为我 我比较有前途 或者比较兴趣更多一点 我们一帮小孩子在读中学的时候 就喜欢那个时候文化革命 不是搞什么文艺宣传队 宣传队呢都会弄点音乐 自学成才了 那时候会一点乐器 会点美术 那不得了 是 那个小孩子就弄弄二胡啊 什么笛子啊 那些名乐的 那个时候小提琴就是很珍贵的东西了 而且那时候下乡的时候 如果你会这个有才艺啊 Exactly 都可以不干红活啊 对对对 人家说别人干红活谁 你来搞笑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人家很牛的呢 我跟你讲的就是后来的经历了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今天合不合适 没关系说 在同学当中我是觉得 音乐天才他们都比我好 到最后我觉得我的绘画天才比他们好 哎 我说这个可能是 还是我比较有发展可能的一个空间 然后到后来下乡以后 一直就坚持在 在龙城野 每个星期一 下乡怎么画 就带一个本子啊 带一个数学本 自己用那个纸 自己垫一个 做一个数学本 然后每到那个赶集的时候 四川叫赶长 对 赶集的时候就去那个茶馆 画人物 就画人物 就画农民那些肖像 结果越画越有名 然后那些农民经常有 有请我到他家去 给他的父母做 做那个 那个时候照相很贵哦 然后给他画幅相又快 就给他画像 还有收入吗 小有收入 主要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然后跟农民好像真是 自摸生路 对对对 那个也是一个 坚持自己的爱好的一个手段了 到最后后来还真是 文化馆 那个县文化馆 原来想像在四川的人寿县 人寿县的文化馆 他们那些美术干部呢 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都是像西兰师范大学 美术系毕业的那些学生 他们那做文化工作 然后就发现了我 我不知道怎么发现我的 因为可能在当地 我也比较有影响了 然后少有名气 然后整个公社呀 什么区呀 里面那什么大富的那种宣传画 都是我在画 那时候 一看他们 哇这个还有一个小伙子 还不错 就把我召集 就把我叫的 就是召集到了那个县文化馆 每年都有些什么 那个时候搞什么艺术创作 文化馆 一不登天了 就跟陈丹青一样 陈丹青当然是下乡的时候 就接到那个创作办 去搞创作了 我跟他一样情况 然后就到人寿县文化馆 就开始做作品 做作品那个时候 当然文化革命 你说能画什么 只能画那个官方规定的 领袖箱 什么批林批孔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是呢 一看呢 就是我的绘画的基础 这种我 自我感觉 我的眼睛跟我的手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就是这种表达自己 所观看到的东西 或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强 所以一直都 当时在县的美术文化馆 做展览 然后后来到专区 当时叫专区 后来到省 我的作品都送到 就经个一层层的筛选以后 都送到省里 所以当知青的时候 就已经享有名气 就觉得 这个知青画家来了 后来我们呢 配知青有一个叫罗莉 后来考上四川美术学院 哇 罗莉 她画副体那个吧 不是不是 那是罗忠莉 罗忠莉这是好朋友 来自后画了 哇 那个人太厉害了 这个罗莉呢 后来去四川美术 七七级就考上了 然后她 她是学搞设计的 最后 做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副院长 主管这个设计 就是我们那裴了 当然我 我后来倒是 倒是 79年考上西兰师范大学 然后开始 科班的学院考了三年 考了三年 那个三年 大概学美术的名额太少 是吧 嗯 那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我前不久有一次 好像是你们那个报 这个媒体 这个华服媒体一个真稿 就是纪念三十 那个高考 恢复高考三个三十年 三十年 对 然后我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回忆我那边 那个经理 就是我三 三年不飞 一飞则宇 你这个名字也好 甘一飞则宇 一飞从天 对 那个很有意思 就跟那个 我父亲当时给我取这个名字 跟我们家 你这名字是原始就是这个名字 就这个名字 不是后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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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成就了 Not really 很奇怪的 我们家一共有六姊妹 是吧 我一个姐姐 几个哥哥弟弟 所有的名字 都按照家谱来的 就是比如他们十字辈 就这样这样排下来 但是我的名字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 没有按照这个家谱排 对 我父亲就给我一个 这个一飞 他觉得这个有文采 而且 对对 有很多寓意在里 有很多寓意 就是说你要磨练 寄托了这个家长 对你的这种期望 是 一黑冲签嘛 是 但是结果现在还没冲上去 已经冲上去 没有没有 只是要求过高了 没有 我下一个 我很关心就是 从考上大学之后 然后学了这个专业 又留校 然后又到美国来读书 是吧 1989年 对吧 89年 三月 一直到一步又不走到现在 你觉得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设计好的 或者说 跟你想象这个轨迹是一致的吗 有一点关系 我前不久在四川的时候 做一个展览 一帮朋友在一起 我们有个笔会 就何嘉玲的一个中国画院的一个艺术家 很有名的在过来 我让他写了几个字 叫自然而然 其实很多事情是 你说命运你自己能够控制吗 也许 很多时候还是顺其自然 就是到 你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 就是这种愿景 你一定要树立一个愿景 我想跟这个都有关系 就一方面是我的这种坚持 就是我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愿景 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所 学有所成 然后世界能够有 对人类或者对周边的人 有影响 有一定的产生一定的作用 这个结果看起来是自然而然 水到漆程 但是它跟你的坚持和努力 那是有关 那是必须的 如果某一个环境你放弃了 或者稍微松弛一下 说不定路就是另外一条了 对 其实我当时留校 83年毕业留校 在学校就是 如果按部就班的话 就是做教授 就是在西兰 现在叫西兰大学 原来叫西兰师范大学 在中兴北北 学校条件很好的 环境也很好 然后我们一配年轻教师 留校的年轻 当时的年轻老师 不过现在大部分都离开那了 同样是做老师 比如说你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轨迹 在新南师大做老师 合作在美国现在做教授做老师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比较大 因为中国它体制内有很多的限制 特别是搞艺术 好像表面上现在 就是整个大的环境是跟 就是说30年前已经很大不一样了 已经很欢松了 很自由了 但是这种自由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说这个自由还是有限度 有限度的 这就是一个边界的 这个边界呢 有时候是你自我限定 自己有问题 还有客观上的确有 很多文化的政治的体制的一些局限 所以说在中国 也许我的发展 可能会在专业上 在技术 在这个技法上 可能也不会比现在差 但是就是在艺术的官员 在这种眼界啊 心胸啊 对这个艺术的宏观的这种认识啊 他可能还是会有些具险 我是觉得你 来美国我去 因为最近 最近将近十年 我这两边都在跑 在过来 很好奇有一件事啊 按说来说 这个艺术家 无论是做声乐 这个美术等等 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好像美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非常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艺术的沙漠 流行文化它是个摇篮 是吧 对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土壤 对于搞一些传统艺术来说 它不是最佳选择 你为什么来美国呢 恰恰相反 其实美国才是艺术 现在就说 如果说世界艺术中心以前 是在巴黎 就二战以前 是在巴黎 它是以这个 这个欧洲文化中心 它一个艺术中心是在巴黎 但是二战以后是落到了 落到了这个纽约 就是美国的纽约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一个是美国的国力强盛 除了经济军事 然后它的文化力量 这个文化力量就是 它用自由的独立的这种精神 就是说一个很广阔的 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呢 艺术家在美国要生存呢 他有很多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当然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就是说如果说在一个餐馆里面 可能给你当waiter的一个招待的 也许就是一个大导演 有可能 比如李安 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在家里做家庭 女文化比较极致的 对对对 非常很典型的样子 吃了六年软饭 对 然后就说它这个opportunity 在美国这种机会 对大家应该是相对拼的 就说你只要坚持 你只要努力 它会有回报的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就是说中国有个成语叫做 总瓜得瓜 总斗得斗 你能够释放正的能量 或者正的这种正念 一直坚持这种 positive的thinking 或者这种outgoing的 这种attitude 就是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 你得到的反馈 得到的回报 应该是正面的 所以说你正的努力 正面的反馈 那个是我一直坚信这个东西 所以美国它就是这种 提供这种机会 或者这种空间 这种平台给所有的人 这一点我觉得是跟 跟那个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对自己这个 目前这个选择是 不觉得是一种错误 是吧 是正确的选择 应该是 为什么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欧洲旅行也好 去参观也好 走进那些博物馆 不仅仅外观 负礼堂皇 而且每个人走进 都充满了敬畏 这艺术的 发自内心一种敬畏 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 但是在美国 我们很少看到这种 这种场面 你可能去博物馆 时间不多 其实有的 也可能 很多 因为你只要到大都会 或者到这个 National Gallery 你随时会见到 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去了 然后中小学学生在这 临摹 然后还有专门的给艺术家提供一种 就是临摹古典绘画 或者传统 那个经典作品的一种 画架 塑在里面 他可以 可以 申请 就是说艺术家可以 要去临摹 在美国同样有那种 一样的 一样的 跟欧洲 因为 这个有一个 一个很 很奇怪的说法 就是 哎呀 美国这个国家 没有历史 没有文化 其实这个说法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美国 它是移民社会 它的文化非常丰富 而且它的主流文化 还是延续了 欧洲文化 因为它来的 那个移民主要 你看这个美国的建筑 到它整个音乐 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文化的发展 它的 它的根还在欧洲 它还是有文化 有根底的 不是说的 哦 美国这两百年的历史 什么都没有 这个绝对 绝对是一个 很很奇怪的说法 我们打个比方啊 就从您的艺术实践来说 比如说有一个机会 给您三张机票 是吧 分别到中国 美国 随便你一个地方啊 然后欧洲 这三个选择 你觉得哪个地方 给你的创作灵感 这种让你击中 这种肯定最大 这个很难回答 现在对我而言 中国对我 对我的信仰 优惑力最大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正在上升时期 整个社会文化 是一个比较 尽管负面的说 就比较浮躁 但是在正面说 它是比较有活力 这两个东西都都混在一起了 有活力就是有机会 就是有可能性 有这种你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 因为我是从大陆过来 我是中国人 然后所有的文化根还在 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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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所以最近在成都做了几个大的展览 他们的一个庐山美术馆 刚刚的一个开馆展 就做了一个大师 四个大师的作品的一个展 是我策划的 一个张大千 金城 吴亦峰 还有陈子庄 三个艺术家都是四川本土的 然后还有一个金城 当然是北京的 这几个大师都是在 就是民国年间 或者 两代政体 就是包括国民党 政体和共产党政体 整个这个时段 应该是很重要的 在传统中国绘画里面 很重要的人物 我一回到国内 我要想解读他们的作品 我一点难度都没有 而且我还没有障碍 没有任何障碍 因为我以前本科跟 在国内读的研究生 就是研究传统中国话 来美国以后才是转向 转到转行 转成西洋绘画了 所以 然后很多创作的灵感 因为它太 在我的这种记忆当中 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 它占的比重太大 然后就是 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 然后有很多 不管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都牵住我每一根神经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说通过我在美国 所见到的 所学到的 或者所感受到的 能够把它apply到中国 或者把它做一个 我就把自己做成一个 桥梁一样东西 就是能够在中国 把就是说 这些传统 或者中国 文化当中很精华的东西 能够传播到美国 然后又把美国最 最有意思的 比如这种独立精神 这种艺术的原创精神 等等 像这类东西能够 能够反馈到国内 然后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可以 就是说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语言 或者自己的那个身份定位 这个是比较难 但是呢 觉得 你对问题是很难的 因为两个国家 我都喜欢 有位朋友问我 他说你爱国 我说我爱国啊 他说你爱美国 还是爱中国 我说两国都爱 因为中国是我的母国 我出生在哪儿 生长鱼丝 然后美国呢 是我成长 我就说能够发展的一个国家 而且美国 给我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 就是机会 然后能够充分的 发挥我自己的一些才能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有这种可能 你的成就感 你的所有的生命的意义 得到实现 有这种可能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后来我 我跟他们调侃了 我说我是国际主义者 你别说我是爱国主义 我说这个爱国主义 现在太狭隘了 而且爱我一个国家就太狭隘了 很有问题是 这个爱国主义 很容易跟这个民粹主义弄在一起 这个很容易被人利用 经常有人会说 哎呀 比如说美国和中国什么 什么踢球啊 什么杂仗啊 这种问题很stupid stupid 没有意义 我觉得 两个文明都很有 很有它的 就是历史的厚度 然后这种文化的 这种根基都很深厚 两个应该是 就是说你可以 很多时候它可能是 融合 一个是融合 互相影响 有时候它甚至就不需要影响 也可以 它就像两股 两股道上 对 独立存在 两股道上跑到车 你看我的作品 互相有参照 它一个参照系 一个对比 一个互相影响 一个共振 前不久 我在我们学校美术馆 做了一个展览 叫东西共振 共振就是 互相影响 互相感受 对 所以你不要去说 只讲对抗 这个对抗有什么 有什么结果呢 只有负面的结果 你为什么想交融呢 为什么把两个好的东西 大家互相吸收呢 互相影响呢 这个西方美术史上 有很多这种范例 它是比如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的艺术家 都是受了东方艺术的影响 才打破了他们传统的那种 比如 只是反映这种眼睛看到的 而不太注重他心里想的 就是主观的这种艺术的 那种感受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一结合起来 就成了印象主义 再到后面就是什么 后印象主义 等等等等 西方这个艺术史上 是很多这种例子 中国的也有很多 中国的艺术发展到今天 你包括就是传统艺术 包括张大千 张大千晚期那些作品 都是破彩 用那个演习像那个 我们说纽约画版的 Jackson Pollack 撒那个油漆在画面上 这当然也是破彩 破那个墨 这个又打破了传统的 他有意思要打破一种 进过 对对对 要做的很出格 他要创立一个新的风格 一个新的流派 或者一个新的表现的方式 我们在艺术 艺术圈里 经常用的词叫做原创性 离开了原创性 艺术就很难成立 就是你不爱抚 就是copy 你永远都是跟在别人后面 对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您经常穿梭于中美之间 接触都是一些同行 都是艺术大家 那么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每次回国到中国去 是你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画家的影响大呢 还是中国的画派 或者是这种画风 对你自己的影响大呢 这个都在 两边都在与时俱进 当地的就是中国的很多画家 这个大家画家 他们有没有感受到 你从国外美国带回来这种 有冲击力的这种艺术风格 其实我带回中国 还是主要在教育圈内 比如在各个大学 四川美院 中央美院 还有这个西兰师范大学 就原来我的母校 做讲座 介绍西方的当代艺术 特别是 就是后现代主义艺术 比较多 产生了 最后产生的影响呢 应该是可以 可以 就是说至少把学生的那种 眼界打开了 然后 这种 艺术到最后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精神内涵 除了它的语言之外 还是一个精神内涵取胜 就是说 一个艺术家到了最后 陈与讽 拜与讽 就取决于他的学养 他的一种艺术 艺术的一种理念 是否跟这个 这个时代啊 跟这个社会啊 跟这个文化啊 能不能立作 立作 能不能有没有自己 独到的一些 辨识性 所以你说那些大师啊 就是比如像国内那些 那些大家 陈丹青啊 还有张小章啊 方立军啊 等等 这些当代艺术的 领军人物 他们实际上 经常都在国外 比如参加国外的 没有远离这个 世界的潮流 没有 所以现在有个 有个说法 就是这个 好像是西方文化中心 这个其实到最后 实际上在 我们在学界 在美国 讲这个当代艺术 它其中有个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多元文化 这个多元文化 实际上最重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文化 我们在美国知道 中国人在美国 算是一个 minority 是不是 算是个少数民族 然后 但是这个少数民族 这里面的佼佼者 艺术家 很出类爬萃的艺术家 在美国的主流里面 主流艺术里面 是很有影响的 很有地位 很有地位 比如徐彬在这个 Sackler做了半年的 那个个展前不久 蔡国强也是在这个 Sackler 这个在世的艺术 应该是说 那是艺术殿堂 那是艺术殿堂 还有除了 比如那个Metropolitan 像那个大都会博物馆 像泰国强 这些经常在里面 做个展 还有高跟汉 你说这个是 少数民族的艺术 它在这个当代艺术 在美国的主流的艺术里面 它占很 很大的比重 所以它不是个简单的 一个什么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不是那样简单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 我理解西方文化 好像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这种融合性 对 实际上中国文化 它没有边界 中国文化以前也有这种 包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有海外 当然 它有这个因素 实际上你说 那个副教的艺术 进入中国以后 是不是 它影响整个中国 本土文化 除了从哲学 或者从宗教 从精神意义上 影响中国的艺术 实际上在绘画的方法上 比如灯黄壁画 比如唐卡等等 它还是跟印度 跟那些外来的因素很大的 然后再说 我们建国以后 中央美院成立以后的 第一任院长徐文宏先生 他就是一个做的很精彩的 一个典型的 对一个典型的 中心结合的一个人 做的很成功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 所以 我们又跑题了 我又跑到 像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说中国那些 在世界上能够 举住轻重的艺术家 这些几位 我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之所以能够立得住 就是他 能够把握这种时代的 世界的潮流 或者时代的潮流 这个时代潮流 我们经常讲当代艺术 是当代文明的艺术表达 对 没错 那当代艺术的精神 实际上就是 就是这个当代文明 当代文明的最最基本特征是什么 还是就是 个人的这种权利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这种独立的精神 独立的这种尊严 对 这个人的 这个很朴实的 你中国也要讲 与人为本对吧 与人为本到底是那种原创性 对对 有自己特点的 他除了原创性以外 还有他个人文主义的 最基本的东西 他都是一脉相承的 不管东方西方 你中国艺术 到跟西方艺术一比 他实际上 内在的东西都是 都是相同的 对 都是要表现人 表现人性 表现弘扬这种人的善 人的这种德行 人的这种高贵的 优雅的 或者崇高的这种精神 对 这个都是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不过 他在艺术领域里面 他除了一个要提供一种 跟时代 或者跟社会 跟文化语境相关的一些 同步的一些观念 然后他在艺术语言 他要讲这种原创精神 这种原创性 原创性就是他可以不一常规了 这种原创精神 他很重要的就是 要提供一个新的视觉的经验 你知道我们经常看画 看什么 都是去博物馆对吧 对对 而且经常我们家里挂的 很多 我看很多华人家里面 都是比较古典的 写实的一些作品 教你 他会用耶语内的 都以来 他就有点 在古典的 有点 中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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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